开早餐店是极为辛苦的 基本凌晨就要起来收拾准备了 杨凤英是个能干的女人 在山东省高唐县开店已经有不短的时间了 每天凌晨四点便在厨房里忙活 她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里 将当天用的食材给准备好 不然会耽误一天的生意 黎明前是最黑暗的时分 夜寒人静四周是漆黑一片 也只有杨凤英的厨房有着微弱的光亮 虽然已经习惯了早起 杨凤英仍然是有些困倦的 揉了揉额头强大起精神来 独自一个人在角落的工作台上做着豆腐 她家的豆腐细致光滑 不仅是卖相好 更是没有着丝毫的豆腥味 也成了早餐店的招牌 很受时刻的欢迎 就在她忙碌的时候 夜风吹过掀起了凛冽的寒意 杨凤英不由的缩了缩脖子 回身接水的时候 目光扫到了门外 立时就全身僵硬 手中的水瓢光当就掉在了地上 杨凤英起到贪黑这么多年了 诡异的东西她见了不少 眼前这一幕扔 就是让她感到了背后凉意大声 全身汗毛都竖起来了 眼中竟是惊惧 只见一个脸色苍白的红衣女子 披头散发地站在门外 浑身湿透 脚下是一滩积水 身后还能看到蔓延出去的湿漉漉的脚印 纵然杨凤英平日里胆子不小 此时也被吓得是说不出话来了 脑子里更是涌现出了许许多多 关于脏东西的传言 虽然恐惧 但求生的本能 仍是让杨凤英握起了手边的耿面杖 无论是人是鬼 先碰一下再说吧 耿面杖还没有抡起来 哪料这红衣女子比杨凤英还要惊恐 哆哆嗦嗦的 发出的声音中也带着哭强 大姐 你别害怕 我是人 不是鬼 是人 正常人怎么会大半夜穿成这样的呢 而且还湿漉漉的 是神经有问题 还是 定下神的杨凤英 确定眼前的不是脏东西 也没有伤害自己的意思以后 立马就猜测到了某种可能 连忙就喊来了家人 大姐 救救我 此时的红衣女人似乎连站都站不稳了 摇摇晃晃的便要摔倒在地 杨凤英连忙上前扶她坐下 披上毯子 又盛了一碗热汤 在断断续续的哭诉中 才得知了女人的遭遇 红衣女人 自称叫做王冰 是山东辽城人 自己被人祸害后丢到了河里 或许是运气好 竟然是大战不死地爬上了岸 循着附近的灯光 就找到了杨凤英的早餐店 大姐 我说的都是真的 请快帮我报警吧 王冰哭诉着 她的话断断续续的 有时候更是前言不搭后语 杨凤英不敢完全相信 但这种情况下 也只能是先报警 让警方来处理的 在杨凤英的安抚之下 王冰的情绪渐渐地稳定了不少 高唐县警方的办人员 很快就来到了现场 但见到警员之后 王冰的情绪再次地崩溃了 言语混乱意识不清 被问到案发经过时 更是浑身发抖 时而疯颠时而大喊 似乎是经历了一段 如噩梦般的恐怖回忆 纵然办案民警有着丰富的经验 却一时间也无法判断 王冰的精神状态 不确定他本身就是有精神疾病 还是真的被人伤害 受到了惊吓刺激 以至于精神有些失常 不过本着慎重的原则 办案警员很快就决定 将其当成重点大案来办 如果是精神失常 也只是浪费一些精力和时间 但若是女子所说属实的话 那就是一桩恶性的凶杀案了 在办警员的细心开导和安慰下 王冰终于能够讲述事情的经过了 据他回忆 因为上的是夜班 下班以后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 自己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准备回家 凌晨时分 路上几乎是没有行人 也没有车经过 四周是一片寂静 王冰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有些困倦的他 像往常一样向家里走去 但突然间仿佛一声巨响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自己便失去了意识 等王冰醒过来 惊恐地发现自己躺在了一辆 正在行进汽车的副驾驶位上 脑袋是昏昏沉沉的 全身无力 胸腹间更是传来了剧烈的疼痛 意识模糊间 耳边听到了呲呲啦啦的声音 似乎是车在收音机里传来的 勉强抬头 看到开车的司机是个男人 面容十分的陌生 自己从来都没有见过 莫非是遇到了车祸 被这个好心大哥给救了吗 稍微一动 泪下又传来了剧痛 王冰不由地发出了痛哼 这一动静 立刻就引起了男人的注意 但还没等王冰开口说下什么 那男人的眼中就闪过了一丝胸光 挥手便是一拳 狠狠地砸在了王冰的脑袋上 本就是昏昏沉沉的王冰 哪里受得住如此猛烈的重击 眼前一黑 便再次地陷入了昏迷 等他再次醒来 却是不知道过了多久 自己仍旧是在车里 驾驶位上的男人 仿佛根本就没有移动过身形 车身却是在摇摇晃晃 似乎还在缓缓地行进着 此时他终于明白了 对方是不怀好意的 自己被劫持了 下体的剧痛更是提醒他 他很可能是遭到了强暴 他不知道这个男人是谁 出于求生的欲望 王冰压下了心底的恐惧 正想开口求这个男人放过自己 突然感觉脚下一凉 车门处竟然渗透进来冰冷的水 转头看看周围的环境后 更是被绝望和恐怖包围了 不由的就失声痛哭起来 车辆居然被开到了河里 河水正从四面八方渗透进来 凉意侵蚀 王冰的心更凉 恐怕用不了多久 连人带车都得被吞没了 大哥 求求你 放了我吧 我觉得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我什么都不会说出去的 更不会报警 你放我走吧 王冰一直在苦苦的哀求着 但驾驶座位上的男人 却是不为所动 依旧在座位上脸色平静 似乎是已经下定了决心 和车一起沉到河里 而且是要拉着王冰一同赴死的 男女一同赴死 听上去似乎是恋人殉情 但王冰根本就不认识这个男人 为何会劫持他 而且执意要拉着他自杀的呢 是王冰的思维混乱 还是隐瞒了什么 甚至一切都只是他的臆想呢 虽然有不少的疑点 但是办案民警却没有立即提出质疑 驾驶位上的男人沉默寡言 与王冰没有几句交流 但从直言片语中 王冰渐渐地明白了对方的真实想法 男人想自杀 却是不知出于什么目的 打算拉上一个垫背的 很不幸 王冰成了男人的目标 河水不断地蔓延 车辆也一点点地向深处沉去 王冰是全身发抖 但求生的意志站上了绝望 经过他不断地苦苦哀求 男人似乎是动了侧隐之心 冷漠的眼神 终于是生出了一些变化 尤其是王冰反复地诅咒发誓 只要男人能够放过他 饶他一命 他绝不会事后追究 最终打动了这个男人 此时河水已经没过了半个车身 王冰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力气 强忍着身上的剧痛 拼命地打开了车门 顾不上冰冷的河水 终于是爬上了河岸 这个善良的姑娘脱离险境以后 却还没有忘记 刚刚差点害死自己的男人 在岸边大声地呼喊着 劝男人放弃自杀 但男人却是没有任何的回应 随着白色的越野车 渐渐地就沉了下去 此时已经是凌晨四点 四周是一片漆黑 王冰全身湿透 惊魂未定 也辨不出自己在哪里 在无边的惊恐中 看到了唯一的光亮 那便是不远处村子里的灯光 此时的杨凤英正在厨房里做豆腐 正是他早早地打开这盏灯 成为了王冰生命中的希望之光 听王冰讲述完经历 高唐县的警察们都感到了难以置信 如此离奇又害人的经历 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了 但看着女子惊恐发抖的模样 又不像是胡编乱造的 想要弄清这件事情的真假也很简单 暗民警在做完彼录以后 第一时间就找到了王冰爬上岸的地方 按照他的描述进行搜寻 果然在河里找到了一辆白色越野车 如此离奇的案件居然是真的 那个劫持王冰的男人 是不是还在车里 是否已经遇难了呢 来不及找打捞人员 几个熟悉水性的警员们 就直接跳下了水 但一番搜寻之后 却发现车辆是空的 并没有发现尸体 那便只剩下两种可能了 一种是被水流给冲走了 另一种则是王冰逃走之后 那个男人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也逃走了 根据车辆的情况和水流的速度 警方判断第二种可能性是更大的 劫持杀人 凶手在逃 这就属于恶性案件了 立即就引起了高唐县官局的高度重视 此时 王冰在警员的照顾下 已经做完了伤情鉴定 根据法医出去的报告 他不仅是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右侧肋骨骨折 下体也有撕裂的痕迹 显然在昏迷中遭到过强暴 这时这边打捞车辆的警员发现 这辆车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越野车的右侧大灯粉碎 右侧前方的损伤很严重 而且创伤面是较新的 应该是在落水的前不久 发生的事故 会不会是跟王冰绑架挟持是有关系的呢 在这疑点 班警员立即对车牌进行了查验 却很快发现这辆车 竟然是套牌车 在根据车架号 查询车辆的详细信息之后 更是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这辆白色越野车不仅套了牌 而且还是一辆在两年前 便报失的失窃车辆 车主名叫马晓燕 当年将车停在家门口 便去外地办事了 几天后回来便发现车辆丢失 虽然是报了案 却一直没有任何消息 怎么办 莫非线索就这样断了吗 陌生人犯案 往往很难直接侦破的 而车辆也因为泡在水里面太久 证据几乎已经全部被破坏了 很难提取出指纹的 班警员也感到了有些棘手 或许当年偷车的人 和携持王冰的人之间是有什么联系的 他们是不是认识的 或者本就是同一个人呢 游警员就提出了这样的思路 顺着这个思路 警方又分出了两股力量 一方去调取车辆失窃的卷宗 并请车主和相关人来配合调查 另一方则负责查看监控 试图还原越野车的行驶轨迹 而且由于王冰的记忆是有些混乱模糊的 只能告诉警方自己第一次昏迷的大致地点 也需要查询附近的监控 遗憾的是 监控并没有拍到王冰被害的过程 但经过反复的对比侦查 班警员仍旧是从大量的监控记录中找到了线索 案发当天 这辆白色越野车曾在辽城内多次徘徊 留下了密集的形式轨迹 在凌晨1点46分 车辆在途经花园路与电大路的交叉路口时 该越野车还是完好无损的 没有任何碰撞的痕迹 但到了下个路口时 道路监控却显示 车辆的右前侧已经遭受过撞击 出现了损毁 由此警方猜测 车辆应该就是在该路段发生的事故 随后才会出现的损毁 而这个地点 也正是在王冰下班回家的路上 那么事故发生时 是否有人见到开车的男子呢 现场是否有遗留下什么 利于警方侦破的案件细节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 警方迅速地赶到了案发现场 时间过去的并不长 肯定会留下不少线索的 在花园路的府路上 办案警员找到了受害人 当时所骑的电动车 车辆明显受到了大力撞击 受损严重 碎片落了一地 加上王冰回忆 当时他连发生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便昏了过去 由此警方做出推断 当时应该是白色越野车 和电动车发生了直接的碰撞 导致了王冰的昏迷 而且从车辆的损毁程度 和根据现场痕迹还原 再结合王冰的口供 让办案的警员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嫌疑人和王冰之间 似乎是有着很大的仇怨 因为越野车和王冰的电动车 发生碰撞 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交通事故 而是带着非常强烈的主观意愿 在机动车道行驶的白色越野车 明显是故意开到俯路 在碰撞的瞬间 更是没有刹车的迹象 这已经不是交通事故 而是蓄意谋杀了 可对于这个男人 王冰却表示根本就不认识对方 更是不知道对方 为什么这么想要自己的性命 案件调查到这里 看似已经是渐渐的明了了 实际上却引出了更多的问题 那男人的目的和动机 也越发的令人困惑了 看来只有将嫌疑人逮捕归案以后 才能够找到答案了 想抓到嫌疑人 就必须先弄清他的身份 很快监控组又发现了新的线索 这辆白色越野车 曾经过高速路口时 在路口处的监控系统 拍摄的更为清晰 也让警方得到了 开车男子的正面照片 高玉明 这混蛋是高玉明 就在警方将照片分发 给案件相关人员 进行辨认的时候 一个老人发出了愤怒的声音 这老人正是车辆的 施主马小燕的父亲 而高玉明则是他的前女婿 听说两年前丢失的车辆 有了线索 便来到官局协助调查的 却带给了办警员意外的惊喜 据老人说 高玉明两年前 便跟马小燕离婚了 不久后这辆车就丢了 现在看来 这辆车就是被高玉明给偷走的 确定了嫌疑人的身份以后 案件进展就顺利多了 很快 警方便接到了更多的线索 一家旅社的老板向警方反映 这两天有一个 十分奇怪的男人前来住宿 时间正好是案发当天的清晨 一个浑身脏兮兮 湿漉漉的男人来住宿 但因为无法提供相关的身份证件 宾馆老板拒绝了他 警方调取了宾馆监控 发现这个男人正是 劫持王兵的高玉明 警方将收集到的线索 拼凑起来 随后是通过技术追踪 最终确定 高玉明已经辗转的逃到了天津 人就在通杀客运站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很快将嫌疑人高玉明 逮捕归案 随着嫌疑人的落网 真相也就渐渐地浮出了水面 审讯室里 高玉明蜷缩着身子 低头大脑 眼中带着血丝 数日的逃亡 已经让他极度的疲惫 似乎对自己被抓 也是早有预料的 非但没有后悔害怕 反倒是有一种 整个人都解脱了的感觉 女人的话 都他妈全是假的 一点都不能信 低声咒骂中 高玉明对所有犯罪事实 是供认不讳 当年就是他 趁着前妻不在家 偷走了他的车 更换牌照以后 开回了自己的老家河北省 回到老家的高玉明 生活并不如意 没有固定的工作 钱也花完了 日子过得十分的拮据 到后来 更是整天的无所事事 开着偷来的套牌车闲逛 人越是孤独的时候 就越是想念家人 虽然是离了婚 但还有孩子 孩子跟着前妻生活的 高玉明多次提出 想要看看孩子 但都被前妻给拒绝了 这次他回疗城 也是为了想见见孩子 但还是遭到了 马晓燕的阻挡 这也怪不得马晓燕 原本便对前夫失望透顶 再加上离婚两年来 更是没有支付过抚养费 使得马晓燕 根本就不想和高玉明 有任何的牵扯 因此也不想让孩子 和他见面 而这一次的拒绝 对高玉明的刺激是很大的 更是将他积攒的怒火 彻底的激发了 带着对前妻的恨意 高玉明开着车 在疗城内不断的转悠 夜深人静 心里的邪火更是无处发泄 走到花园路的时候 看到府路上有一个 骑着电动车的女人 从背影看和马晓燕 是十分相似的 被怒火冲昏头脑的 她几乎就不加思索的 猛打方向盘 直接就拐到了府路 一脚油门下去 车辆猛冲出去 准备把前妻给撞死 哐当一声巨响 电动车飞到了路边的草丛里 骑车的女子 在路上滚了几圈以后 便没了动静 剧烈的撞击 使得高玉明 也稍微冷静了一点 但下车查看以后 却发现自己撞错了人 躺在地上的 是一个从没有见过的 陌生女子 虽然是双目紧闭 但胸口微微的起伏 仍有着呼吸 若高玉明在这个时候 能够及时的报警 或许警方也只会 当成一场 普通的交通肇事来处理 但被愤怒蒙蔽了双眼的高玉明 想起前妻的恶毒 已经是失去了理智 再加上离婚的种种不如意 没有工作 没有家人 结局的日子 更是让他生出了轻生的念头 邪恶一旦是滋生 便再也收拢不住了 高玉明将自己的失败 全部归咎于马小燕 更是连带着 对这个与马小燕 有些相似的陌生女子 也给恨上了 反正已经撞上了 那便是这个女人倒霉吧 离开这个世界前 再放纵一把 而且带着个女人一起上路 做鬼也不会寂寞 凌晨时分 街道上是一片寂静 更是没有行人车辆经过 也使得高玉明越发的胆大 将昏迷中的王冰 抱到了车上 随即驾车离去 就在高玉明开着车 寻找自杀地方的时候 王冰竟然是醒了过来 他没有给这个可怜女人 任何的反抗机会 一拳就将其再次打晕 随后便将车停在了路边 残忍地强暴了王冰 在经过河边的时候 高玉明想到了自杀的方式 将车静止开到了河里 或许是命不该绝 在车辆即将沉入河底的时候 王冰竟然再次地醒了过来 在他的苦苦哀求下 高玉明终于是动了侧隐之心 尤其是王冰不断地重复着 自己不会追究 更不会报警 只求能够放过他 也正是这句话 让高玉明有了侥幸的心理 人在临近死亡的事呢 总会生出一些求生欲了 如果王冰不去报警 也不追究他的责任 那自己也不用担心被抓 更是没必要自杀了 这条河的河水实际上并不深 在王冰逃生以后 高玉明就从车里游了出来 他性格偏执 但是并不愚蠢 上岸后就反映了过来 虽然刚刚还信誓旦旦的保证 但那个被自己劫持侵犯的女人 不报警的可能性 几乎就是为零的 所以根本就不敢在疗程停留 东躲西藏了几天之后 仍旧是没有逃脱警方的抓捕 在审讯的过程中 高玉明强调最多的便是 他之所以会落到现在的下场 全都是因为自己失败的婚姻 如果不是马晓燕跟他离婚的话 他根本就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最终高玉明因为强奸罪 盗窃罪等恕罪并罚 被判处六年的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一千元 从整个案件调查中不难发现 高玉明是一个偏执 且脾气暴躁的人 他将所有的问题和责任 都归咎到别人身上 却不会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 连找不到工作都会怪到前妻的头上 一个正直壮年的成年人 就算是没有学历和能力 只要是肯吃苦 也能够找到一份卖力气的工作 怎么会将日子过得如此的不堪呢 而他的性格更是有着很大的缺陷 只是看到了一个身影像前妻的女人 就能一脚优门冲过去 将对方给撞死泄愤 发现自己撞错了人 更是没有任何的悔改和害怕 而是想着死都要拉个垫背的 不得不说 这样的人真的是太可怕了 发生了这样的案子 马小燕恐怕会更加的庆幸 早早和高玉明离了婚 也保护了自己的孩子 若孩子跟随在这样的父亲身边长大的话 不知道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在可怜王兵不幸遭遇的同时 也希望高玉明能够在监狱中好好地反省 正视自己的问题 改正自己的错误 或许在将来还能够取得孩子的原谅